你好,我是Nello八雅,今天是十分剪頭髮 之前在上網找了一間 叫Torley Hair 但很多都是開在比較偏的地方 我選了比較近離大那間 因為離大,即是我同離大 現在選了一間DMC 現在去吧,很緊張 因為不會頭痛 希望有好的效果 進去吧 好,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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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有,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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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剪完了 我是剪髮和染髮 我這個是普通染髮不用漂的 如果染色的染色 染色的 Yeah 染色染色要染色imeter 一次是39,000 染色 Sultan 染色ática 染色染色 染色 billion 染色 防 Ur. 就在鎖匙 鎖匙就是放在剪頭髮的桌子 韓國很多剪頭髮都不包括洗頭和吹頭 我這次研發 所以他會幫我洗和吹 那邊的剪頭髮 借剪頭髮是一萬元 現在是洗吹 其實跟香港差不多價錢 如果你加上洗吹的話 但不太懂韓文就難溝通一點 因為他們都不太懂聽英文 但他會用手機翻譯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得這樣去 所以他們都找了一個方法去溝通 但是我是一個女髮型師剪 他剪的時候也剪得有點斜斜的 因為很快 我之前在香港剪普通髮型頭髮都不會 好像剪幾刀就剪完 不過現在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剪完頭髮後就直接染髮 我選了紅紅色 但我染的時候 他一開始沒有塗得那麼多頭皮 所以就這樣染 染了20分鐘左右 之後他會回來幫你補多點顏色 他會再疊多幾針上去 然後再疊多點在頭皮上 然後我不太能頂得順 有點痛 是很痛的 然後就跟他說痛 然後問我是否頂不順 頂不順的話就洗頭 所以就去了洗頭 但幸好我之前頭髮本身淺色一點 我之前有漂過 所以就會異常色一點 那都好過 很害怕我洗了之後 好像跟沒有染一樣 現在也算是有點顏色 都可以的 然後洗頭的時候 洗完第一浸之後 他就把 他應該和我塗一些護髮的東西 然後就蓋了一個浴帽 然後就停了15分鐘 然後就再洗頭 然後吹頭的時候 就換了另一個男生的髮型師 應該是髮型師 然後他吹得很細心 而且他做這個造型的時候很細心 然後做完之後他就幫你塗一些護髮 然後就結束了 那這間沒有想像中 因為之前我上網看 就是洗頭的時候會幫你 蓋著眼睛那些 但是就沒有了 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那我染完髮再加剪頭髮 都是五萬瓶 就是三萬五三港幣 那整體來說都OK的 就是到上吃 陽光底下都很紅 那整體來說 就應該是五萬四萬二十四萬塊 滿意 而且它的價格算是很便宜的 對比香港的現法也不算是擁有五百多六百元 不过它的位置就比较偏轻 下午早上就不多人了 还有试过一次韩式的剪头发 希望大家喜欢影片 喜欢的话就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下期影片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